大家好!中國語聽力訓練現在開始! 今天的聽力題一共有三道題 每道題聽讀兩遍後 根據提問找出最恰當的答案 並在字幕上畫個圈 每個問題都能解釋一下 如果問出最恰當的答案, 更多的答案 現在開始第一題請聽聽 A 都十二點了,你還不睡覺啊 B,我快读完这本书了,等读完了就睡 问,现在可能是几点了? 再听一遍 A,都十二点了,你还不睡觉啊? B,我快读完这本书了,等读完了就睡 问,现在可能是几点了?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十二点,可能是十二点 好,下面做第二题 医生说,你还好,四点药,感冒就好了 B,那太好了 问,医生让B干什么? 再听一遍 A,医生说,你还好,四点药,感冒就好了 B,那太好了 问,医生让B干什么?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C,吃药,医生让B吃药 第三题 A,明天学校还考试,你准备好了吗? B,差不多了,希望这次考好 问,明天学校要干什么? A,明天学校要干什么?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B,要学校要考试 明天学校要考试 好,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结束 下次再见